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生在中和男视角骇人听闻的九死纵火案件 这个犯人李国辉他只因为和一个陈姓邻居吵架就放火烧人 事后还刻意想要变装逃逸 结果呢就四次都被判了死刑 结果呢现在竟然突然一下大逆转改判无期徒刑定验 侯友宜忍不住跳出来痛批 他说四度判死却能够逃死定验 那么这要悲痛欲绝的家属该如何接受呢 司法要怎么对这个无辜的九条人命能够给他们一个交代 这不属于情节最严重之罪 叫人如何能够信服法院和人民的距离 似乎是越来越遥远了 好到底怎么会四度被判死 结果竟然能够逃死定验呢 当然一审一定是被判处死刑嘛 结果呢二审呢维持了这个死刑的判决 那么最高法院却是先后把他发回来更审 好跟一审跟二审还是都判死刑 结果呢第四次呢被判死之后呢 竟然最高法院又把他给发回了 好这个就是这个李国辉啊 好他四次被判死之后呢 最高法院怎么说呢 我们来看到最高法院当时的审判长啦 法官啊都是这些人啊 他们说呢因为呢 两宫约有国内的法律效力 因此应该建议避免对有这个精神 方面的一些状况的人来判处死刑 而且认为更二审没有救这个李国辉的 这个救审能力啦 犯罪动机都没有调查清楚 因此又撤销判决要再发回来更审 结果呢到了更三审的时候 我们来看看这更三审呢 就是这几位了 好审判长还有这个两位的寿命法官就说 我们发现无辜死亡的九个人 都是被间接杀人故意 也就是说他本来不是要杀那个 跟他吵架的陈姓邻居吗 那人没死啊 其他人呢是间接杀人故意 就是不是直接故意要杀死这些人的嘛 所以呢并非情节最严重之罪 因此就改判无期徒刑啦 警察官不服还要上诉 结果呢最高法院怎么说 最高法院说跟三审的判决无为物 因此呢量刑也非常的妥事 要驳回上诉 因此全案到此定验 这个人他现在确定就能够逃过死刑 就逃过一劫了 这九条人命真的能够接受最高院 还有这个跟三审的见解吗 好我们来看民众对死刑到底是什么样的看法 这个呢其实是最近的一次的这个 我们看到这个民众对死刑议题的看法 是国发会自己做的民意调查 百分之八十八的人说呢 他们是不赞成废死的 百分之八十二的人说 他们同意死刑 还是能够有吓阻犯罪的作用 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废死的话 是跟八成的民意来对着干嘛 但我们来看到 其实很多人就质疑说 这次最高法院指导法官改判 是不是在执行了蔡英文总统 废死的意志呢 好事实上呢 庚二审的死刑案件 最高院的院长不可能完全没有参与的 很多人就注意到了这个人叫做吴灿 他被发现 他原本其实2021年要退休了 而且呢是许宗立唯一指明 他要来接任的 那么不少他的判决当中都啊 不断地引用来支持许宗立的论点 就是呢 他认为受刑人只是穿囚服的国民 也就是非常重视跟保护受刑人的权益呀 好啦 所以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物 因为他完全没有任何院长的经历哦 不像其他人 至少很多人都当过地院的院长 才升任最高院院长 不是 他是从庭长直接就升上院长了 是史上第一个庭长直升最高法院院长 这么一个特别的最高院的院长 所以这一次呢 也将那个争议的判决是 在他的最高院底下呢 现在是已经让这个九死的案件 是全案已经定验了 当时他接任这个院长的时候 他自己也说啊 冲促接下重担 内心感到非常的惶恐 但是我们看到就这一次跟三省这样的一个看法 如果说这些无辜死亡的人 只要是被间接杀害 都不是最严重之罪的话 那请教一下台南杀警案还要判死吗 那也就是因为你是警察嘛 如果今天换另外一个警察来 就会换另外一个人死了 我没有故意要杀这个警察 难道这样的人应该被判死刑吗 不应该啊 按照跟三省的看法 这个人他杀警察 绝对不能够被判死刑的 好 那要请教一下兵哥 先前有网红不是拿蔡总统的脸去换脸吗 结果呢 这个影片做出来之后 他被重判了五年 当时的法务部还说要修法 要加重 最后呢是可以判到 最终可以判七年的 结果呢 现在我们看到放火害死九个人 不用被判死刑 所以难道这个大官的脸才是脸 可是百姓的命不是命吗 那是因为换到蔡英文的脸啊 如果换到你的脸 这个法根本到现在都没过 也没有人会提 根本没有这个法 这就是摆在眼前的事实嘛 我就觉得那一个 要接院长的那个人 吴燦是不是 我觉得他假掰的要死 很惶恐 惶恐不要接啊 惶恐你干嘛接 你有病啊 所以这些人都是 我觉得你想接了个要命 就只讲吧 讲得跟真的一样 这群人真的是 想当官就想当官 老老实实的 不要在那边鬼扯 那蔡英文说什么 反费使代表国家对 社会对国家制度没信心 那建立好社会安全网 那就可以不用用死刑 死刑来恐吓那个贺阻犯罪 我觉得你在讲什么啦 光是一个社会安全网 你上任已经七年多了 请问一下你什么时候建立 建立在哪里有谁看到 你根本什么事也没做 然后就每天在跟我讲这些插话 有意义吗 然后我告诉你啦 其实我也知道死刑不见得 能够贺阻犯罪 但是死刑至少能够还大家 一个基本公道 这是我们的传统价值嘛 你不要把欧洲那一套 去跟我讲啦 跟我讲这个根本没有用 因为我们台湾就不是那样的地方 我们的社会风情 就不是那样的地方 我们的观念就不是那样的地方 为什么要跟他一样 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方 有自己的文化 为什么一定要学别人呢 这不是很莫名其妙啊 只要看到杨大人就贵 我们自己的价值 全部把它否定掉 你是身在自己的国家 不是别人的家奴啊 然后呢 今天这一个弄死了九个人 弄死九个人都不用判死刑 然后这些法官还说 不是最严重之罪 因为他本来要杀的不是这几个 我想请教一下这些法官 他在纵火的时候 他不知道他是正常人吧 他不知道火是没有差别的 难道火是听你家你养的 你说火去烧他 就只会烧他 不会烧到别人吗 他在放火那一刹那 就已经没在管其他人的性命了 就是管他烧死谁 烧死算你倒霉 他就是这种心态 不然怎么可能会纵火 所以这是摆在眼前的事实 这些法官只是想尽量 把他脱罪而已 为什么 因为今天我们的政府 摆明了就是要费死 只是因为民进党是个闹种 一群闹种 他不敢直接立法废死 才会搞到今天这个样子 明明我们国家要死刑 可是要么不执行 要么法官也不判 那对法官来讲 我明知道上面你们这些大头 全部都不想判死刑啊 那我干嘛去判这个死刑 为什么要我来当这坏人 结果判了死刑 你们也不执行 那我不是 我不是被人家骂了个半死 然后我一定好处都没有 所以既然你们也不打算执行死刑 我干脆就不要判 那大家都解决了 就是这样子啊 所以侯友宜今天讲这个 我知道他会感受很深刻 为什么 因为他是警察出身嘛 你知道多少警察跟我抱怨 现在的法令 我们好不容易辛辛苦抓到了一个犯人 结果五千块放 要不然就根本没事就走出去 你对警察来讲 这种挫折感是越来越深 但是我必须跟侯友宜讲 既然你的态度这么明确 那我希望你提出一个 现在法官就动辄就用说 要符合国际两公约 在我们国内有法律效力 我希望你提出一个东西 就是如果今天能够当上台湾的总统 中华民国的总统 你上任之后废除两公约 我们退出了 联合国又没有让我们加入联合国 我们为什么要去签这个约 这当初是错误的决定 现在应该要改正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犯人李如辉 他其实被判了四次的死刑 代表一审的法官 二审的法官 连跟一审跟二审的法官 这四组法官都认为他应该被判死刑 代表什么 代表他一定有做过精神鉴定 而且医院认为他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最高院拿出两纲约 说这个有特殊障碍情状的人 要避免判死 退回了死刑的判决 好 先不说李国辉 他懂得逃逸的时候 还懂得要变装 而且过去他还有纵火的前科 如果他真的有相关的障碍的话 有可能会四度都被判死吗 最高法院的做法 不等于是在下指导期 行政指导判决吗 那果然呢 去年跟三审最后呢 就说因为他想烧死的人没有死 其他人他并不想烧死 就把他改判为无期徒刑 检方不服上诉 最后呢还直接被最高法院给驳回了 因此呢就这样定验了 如果说今天枉死的是 所谓的绿营权贵的家人的话 真的我们的最高法院 会判成这个样子吗 帅姚 你怎么看 自古以来 最重的犯罪就是杀人放火 你平常讲话 你杀人放火 那就是不可原谅的一个东西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你废死 你说是根据欧洲的什么 哪些国家的公署习惯 两公约 那阿拉伯他们一个人可以讨四个老婆 你要不要跟着来 所以这个没有道理的 中国人有中国人的价值观念 跟法律观念 人家王子犯法 蜀民同罪 第二第三个问题 这里面牵涉一个 前面那三个 三个一审二审 加两个根审 四组法官 十六个都是白痴嘛 他们没有法律常识嘛 就你一个最高法院 你的看法不一样 你没有修法 那这个最高法院的法官 你就是肚子 为 应为而不为 而且你是扭曲而遵从一个人的意愿 这个人 他不代表法律 司法权是独立的 不是你总统可以干预的 你去学那个时髦时尚 跟着人家喊费死 你有什么资格去执行这个东西 所以我跟你讲 这个东西啊 无传你自己犯法 你的法律见解 不可能超越这十六个法官吧 而且我们法律上有明文规定 该怎么判就怎么判 那今天讲两句话 台湾现在经济在下滑 未来的局势并不稳定 中国人常来就知道 乱死要重点 你这个不但不执行重点 还把这个点往下放 你看最近台湾 黑道可以肆无忌惮地 开八十八枪 以前放个一两枪就不得了了 那 缅甸有这个 绑架勒索做诈骗的 台湾现在也有了 现在 你讲台湾现在的诈骗行为 都高达几千万次啊 你政府 什么叫治安的安全网 你给我们看到的是 安全不但没有破 平均每个人大概都接过诈骗电话 也成功地骗了多少钱 而且杀人放火 买卖器官 这种事情都有了 结果你的法律居然在这样松绑 我不敢想象台湾在进一步 衰退 经济衰退 无业游民多 这个生活不容易 犯罪就更多 那你这个最基本的 死刑 你都不执行 那其他还有什么 而且法律现在变乱了 你换一个脸 就要判五年 还说 重庆发落 应该判七年 那现在在网络上 这种事情太多 你做不做 只因为你是蔡英文的脸 讲男性话 本来就不好看 早就该换了 国家搞成这个样子嘛 莫名其妙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判决 让很多人看得 是非常的诧异 虽然说蔡政府啊 其实很多人早就会怀疑 就是在搞实质 废死了嘛 但是大家至少还相信说 司法是这个叫做 社会良心最后一道防线 但这一次最高法院 让四度判死的纵火犯 可以逃过死刑 那么真的是挑战了 老百姓的道德底线了 任命这个最高法院院长 其实是总统的职权 那么最高院的院长 现在这位吴灿院长 是史上第一个 完全没有担任过 任何法院的院长 就可以从庭长直升 到最高法院的院长 那他原本其实 本来是借铃要退休的 但是他被蔡英文总统的 爱将许忠立 唯一清点来接任了 这个最高院的院长 那么接任的时候 还高喊他很重视 这个被告人权的主张 跟蔡政府相同 那么所以说 这个民怨有多大 是不是都完全没有差了呢 反正是只要是让 那个蔡政府的这个意思 也就是实质费死 能够执行 政治正确也就一切 没问题就安了吗 志强 首先英文得到基纯升天 那这个最高法院院长 的人士也不用太惊讶 但是我们来看这个案件 其实刑法第十三条 所规范的故意 分为所谓确定故意 跟不确定故意 你法官怎么会跟他讲说 你不是想要烧死这九个人 所以最后就不是一个 所谓的故意的杀人的犯罪 所以不够严重 抱歉 当他放火的时候 他已经可以遇见这个火 烧死的 不只是那个他要烧死的人 旁边的一起被烧死 但他仍然放火原因是什么 基本上放火烧死别人 不违反他的本意 这叫做不确定故意 所以换言之 为什么前面的法院 一直都要判他死刑 是因为他已经核制了 所谓的严重的一个杀人案件 杀九个命 九个人的命 不值钱吗 所以讲白了 到最高法院的这个部分 我说真的 其实就是为了要不判死刑 而找出不判死刑的理由 这此其一 第二个 拿出两公约 作为所谓的不判死的理由 我在想说 蔡英文政府 什么时候这么重视 我们国际公约 大家记不记得 我们的儿童权力公约 也被国内法化 儿童权力公约的第九条 有一个非常重要规定 叫骨肉不分离原则 什么叫骨肉不分离原则 还记得我们小明吗 记不记得 妈妈带着小明回到 搭飞机回到桃园机场 在机场门口 十岁的小孩子 我们直接 我们的政府说 小孩子滚回去 妈妈只准进来 因为只有妈妈有户籍 小孩子没有户籍 当场违反了儿童权力公约 第九条骨肉不分离 你蔡英文政府 你有重视 你有重视国际公约吗 你现在跟我讲两公约 你要重视 你要用两公约国内法化 所以你要废死 你就不判死刑 奇怪 那遇到小明的时候 儿童权力公约 你就当一回事 第三个 我觉得更重要一件事就是 你要废死就废 我觉得蔡英文讲得很好 反废死是对国家制度 没信心 非常好 要建立社会安全法 刚刚寒冰讲过 你社会安全法建立七年 你有建立吗 我也没看到你建立 可是没关系 你一定要反废死 OK啊 你就直接废除死刑 我直接讲 就像这个最高法院 把这个所谓的嫌犯 判死刑了 对不对 我跟你讲 他也不会执行 现在有执行了吗 2020年以后就没执行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实际上 民进党处在一个 实时废死的状态 我要说 这才是对法治的 最大的伤害 蔡英文 你如果坚持 就要废除死刑 是你要追求的价值 你就直接废除死刑 你不要 不废除死刑 我们明明有死刑之后 结果实际上 是等于没有死刑 这才是对台湾法治 最大的一个践踏跟破坏 你是台大法律系毕业的 结果你发现 最不尊重法律的 就是你蔡英文总统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蔡英文多不重视法律 我都已经主张 说你特色陈水扁 我主张特色陈水扁 不是因为我认同贪污犯 可以特色 是因为我已经受不了 你今天一个保外就医的 一个犯人 每天践踏保外就医的资助 践踏到连高雄监狱 还因此暴动 大家都忘了吗 高雄监狱的受刑人 说凭什么 他可以保外就医 我们不可以 你今天整个打破了 法律的公平性 也打破了今天 法律的所谓的尊严 所以在保外就医 这个法律尊严 跟所谓的特色陈水扁 我宁可说你今天 蔡英文特色陈水扁 特色陈水扁 是总统法律的权利 你行使的最多是要付出 政治的结果 但是法律尊严你保住了 同样的今天你主张废死 很好啊 你就废嘛 你又不敢废 你不想承担政治的结果 但是你搞一个实时废死 就死刑犯 判死的也不会执行 所以今天说真的 最高法院这个案子 我跟你讲 判死的他也不会执行 跟废死没两样 所以回到头来就是 我们现在选了一个总统 说真的 他自己本身 就对法律 非常的不尊重 过去蔡总统说 费死是普世的价值 他还说 只要政府把制度做好 不需要靠死刑 来嚇阻犯罪 但是国发会 自己做的民调 就发现了 百分之八十八的民众 反对费死 那么蔡政府 从2020年之后 没有执行过 任何的一桩死刑 超过三年 没有任何的死刑定验的判例 蔡清祥部长怎么说呢 他说依照死刑执行规定 死刑犯都有申请再闪 和非常上诉 所以没有办法执行死刑 问题是 他讲的这个叫做 执行死刑规定 注意是一个规定 所以这个规定是 法务部自己定的内规 自己颁布的 自己颁布的 自己颁一个法律说 我不可以执行止刑 所以他不能够执行死刑 好 所以如果民进党 真的挺废死 废死真的是普世价值的话 那为什么民进党 不干脆把废死 可以写进他们的党纲 可以写进竞选的证件当中 为什么不直接来推动 废死呢 嘉宇 这个好像这个 最近有一部很红 Netflix的这个电视剧 叫天选人选之人 里面就是那个总统候选人 他其实内心里面 他是主张废死 但是问题是 大部分的民众 社会的民意 对于废死并没有共识 所以他在回答学生的问题 他也没有很明确地说出 自己的主张 那就很多的学生不能理解 不能谅解 那他也 就是当初很多支持他的人 也觉得说 你明明就是 本来是在你选举之前 你是自费死 选举的时候 你却不敢说等等 怕去得罪人 那确实这个死刑 存废的议题 在台湾讨论非常的多 社会是没有共识 那执政的这几年来 虽然实质上 你没有去执行死刑 但是过程中 也没有去说服民众 去推动死刑的 废除的配套 也就是今天大家在讲说 你废死要有配套 包括终身监禁 或是其他的方式 而不是无期徒刑之后 可能大家认为说 之后是不是还有假释 等等的机会等等 让大家觉得说 这样是不是 可以逃过一死 那当然 如果就学法律的人来讲 我们学法律 刑法的概念 不是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是希望说 透过刑法 能够去教化等等 当然我们的理想是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社会大众对于发生 这些重大治安案件的时候 大家或是被害者家属的心理 都是难以平复 没有办法接受的 但是这过程中 我们如何能够让民众知道说 到底我们现在所面对的 私心的存废 它的争议到底在哪里 我们的配套在哪里 那当然同时 我们也受到很多 包括国际人权组织 或是国际特色组织 等等的这些 来自其他国家 对于台湾人权的 等等的这些议题的要求 是给予高度的压力 前阵子 大家如果有印象 新加坡有一个外国人 他可能涉嫌 攜带毒品或等等 被判处死刑 那很多的国际人权组织 或等等国际的声音 也不满说 新加坡立刻处于死刑 那所以新加坡 其实在法令的刑罚制度 很多他都是比较是处于 那样边刑死刑等等这些 比较跟主流国家 民主国家比较不一样 可是台湾很多民众也支持 例如说 现在讲到诈骗 很多人就会说 应该要修法诈骗的 要边刑或是等等 所以我觉得在这过程中 社会上对于法律的这种 如何去处理刑法的 去做惩罚 或是能不能有效的 去防止犯罪 是需要一个长期的沟通的 那我们也知道 我们在酒驾的修法上 一直都是处于重刑 而且是不断地在加重刑罚 可是却没有因此而减少酒驾的发生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大家必须要去思考说 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 能够不要去发生 是不是重刑就可以足以 可以去阻止 或是预防这样的犯罪行为 还是有其他的方式 这个就是值得大家去讨论跟思考 我又要挑战你一下 因为社会不是没有共识的 这个根据国发会做出来的民调 有共识啊 百分之八十八的人认为 不赞成废除死刑 是八成的民意共识 这现在是高度的民意 对 这是高度的民意的这个结果 我是说废死的配套 目前就是还没有出来 所以就这个部分就变成说 没有办法有一个明确的共识 或是未来如何去推动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新加坡的那个案例 它是毒品 可是我们这个案例 它叫做烧死了九个人 这两件事情 可以拿来相提并论吗 当然新加坡它的刑法是更严格 所以在国际上很多对说 新加坡吸带毒品 因为新加坡认为说 毒品这些是绝对不允许 所以是一律只要抓到就是死刑 那所以新加坡在国际上 会得到很多人 可能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刑法 是不能接受 那就台湾而言 当然我们对于死刑是更严格 才会去判处死刑 那当然以这个案子来讲 法官的行政或是什么 社会上有很多不能接受的地方 那最后要不要执行 当然是另外一回事 只是说在审判的过程中 法官个人的态度 或是他个人的新政 引起很多社会的争议 那是对法官个人 他对于这个案子 他的见解 那当然我觉得 社会上也可以去讨论说 这样子的一个新政 或是这样审判的过程中 是不是有 就是值得讨论的地方 也就是过去大家对于 很多所谓恐龙法官 或是法官在很多 新政行程的过程中 是不是足以去 形成一定的证据 等等去做审判 那也就是我们回归到 就是为什么今天死刑 存废的争议 最主要就是法官非神 就是法官你没有办法去 真的去执行个神的任务 去真实的去了解所有的事情 去全面的做审判 所以常常在审判的过程中 也会有很多 大家认为有不同想法 或意见的地方 所以这样子的审判 其实在法令 或是在相关的局限上 确实是导致今天司法 没有办法得到大家 多数人认同一个 另外一个争议的地方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